现在终于知道赵伟州为什么有狗神的称号了 他做事真的太狗了 当年苏文茂觉得自己的徒弟年龄相差太大 甚至于很多年纪大的人都排行在后面 为了方便起见 他就想让徒弟按照年龄排序 谁年纪大谁就排在前面 这让身为大师兄的赵伟州非常不满 凭什么我年纪小就要排在后面 不过赵伟州并没有当场发火 而是反调侃了一下自己师父苏文茂 要知道在当时师父就是天 师父说的话徒弟必须执行 还没有谁敢像赵伟州一样当众反驳自己的师父 像当年牛群被剥夺大弟子之位的时候 也只是抱了一句粗口然后转身离开 因为赵伟州的这种性格 此次会议之后 苏文茂就再也没说过谁岁数大谁就排前面的话 邱英俊也曾在视频中透露了很多赵伟州的事情 就比如说有一次赵伟州去开会 所有人都聚精会神的听着领导讲话 唯有赵伟州小动作不断 差点嗨的邱英俊笑出声 就是有一回我们一块这个开会 赵老师坐第一排就坐我前面 我坐他后边 他也不好好听的啊就坐那儿 你不听就不听吧 一会儿他那桌上会有那名牌嘛 显着名字他在那拿起来了 自己啊也没人理得自己自言自语 赵伟州 然后一扭头冲锋 怎么还叫这名字呢 不仅如此 赵伟州给自己注册微博 名字是他的 但是点进去的内容却是魏文亮的 就是当年不都新这个微博注册微博吗 这时候赵伟州老师自己注册微博 微博的名字叫赵伟州 你点进去看那账号 是魏文亮 哦对这我听说过 正常人想不出这包袱来 赵伟州的狗不仅体现在生活中 表演风格也是狗劲十足 有看过赵伟州演出的就会发现 不管是正面角色还是反面角色 赵伟州演出来都给人一种坏坏的感觉 看着特别过瘾 也正是因为他这种狗派风格 才会与杨绍华搭档后摩擦出激烈的火花 可惜的是杨绍华出名之后 就抛下赵伟州去捧自己的小儿子 不然两人再继续搭档的话 肯定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